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明 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开拓者正义之路的流程攻略视频 我们来继续,上一期我们打了这个 下牙咪堂的大概一半左右的内容吧 这一期我们要把下牙咪堂打完 后边的内容还是挺多的 我们争取快一点能够结束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buff时间 还剩三分多钟,应该是够了 我争取在把下牙咪堂清完之后再开始休息 我们休息本身也不要耗时 我们继续往这边走啊 走的过程中有一些小的战斗呢 我能加速,我就考虑加速掉了啊 这样能够让视频的长度更短,也更紧凑一些 好,解开这几个现场之后呢 小米也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完整版的下牙咪堂的地图 我已经画好了啊 在下牙咪堂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小任务或者小支线 就是击败这个永恒守卫啊 永恒守卫一共有四个地点 必须先击败前三个永恒守卫才能解锁第四个啊 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去打这个永恒守卫 我们把战斗还是切成回合制啊 然后呢第一个永恒守卫的地点呢 就在就在这个位置啊 在这边的这个位置 我已经在地图上都给大家标了 然后永恒守卫会从这边出来啊 所以我们让大家冲着这个方向站啊 然后让这个后排去动这个祭坛 就永恒守卫就出来了 看一下永恒守卫的属性啊 永恒守卫22级的异界生物啊 它主要是AC高啊 只有54点的AC 是我们打它的最大的一个难点啊 然后呢比较难受的是呢 它有这个闯越的这个技能 有可能会突我们的后排 如果就是不能快速的把它解决掉 被它这个突了后排 可能会导致我们这个后排有减缘啊 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呢 就是堆我们的AC啊 把我们的AC堆高了 让杰洛特一回合给它秒掉就可以了 或者是用空间斩 或者是利用我们其他的这个方式啊 想办法把这个AC堆高 然后呢再给杰洛特上一个这个灵魂之灾啊 想办法让他能够快速的 把这个永恒守卫解决 我们后边虽然还有一些战斗啊 但是buff也可以稍微的用一用 包括索西尔 索西尔这里可以给他上一个疯狂领域啊 然后再上一个小幸运 好这样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压在杰洛特身上了 但是我们这回合只有一打 只有一打也没关系啊 空间斩我就不开了 我们开一个完美中击 我打了232啊 但是还是不够啊 还得可能还得需要一核舌才能解决他 但是没关系啊 只要是他不拖后排就无所谓的啊 我们再给杰洛特上一个啊 然后我们这边艾波沙蕾也补一点输出啊 其他人就都待着就好了 然后疯狂愿景是可以维持几轮的 我们不用立刻就补啊 看一眼 这边还有12秒 所以杰特不用再补了 完美重击开着 哇没打死啊 老哥 41的调整只打54 你打不中 你逗我的吧 没办法了 我们让小剑消耗一个法术位 把他收掉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第一个永恒守卫 然后三个永恒守卫的属性 基本上是一样的 后边的我们就加速 不给大家看了 就是打接触 以及想办法追高AB就可以解决 这边有三个八副面的预言家 我们尽快的给他解决掉 八副面的预言家 他的法术还是有点厉害的 好在呢 他们第一回合都会上神能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啊 都不是很强 然后墙上这里呢 有一个圆口啊 这边会再召唤一下一个落石 我们躲在这边把这个落石召唤掉 在这边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继续跟着这个落石的方向往前走啊 嗯 这边有了一个岔路 我们先走外圈啊 先走外层 这边能拿到一个晦涩难解的笔记啊 他这里呢 有几个数字 其实是0563啊 0563这个数字记一下 然后能拿到恶魔之血 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流程里 第五评啊 恶魔之血啊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童话集没有什么用啊 这里是一个轻腐化的点位啊 如果你在这个 嗯 下迷堂里休息的比较多的话 那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轻腐化啊 然后我们冲着这个方向站啊 然后让这个队伍里比较打酱油的人啊 其实法师并不打酱油啊 只是我不太 哎 我记错了 不是这个方向吗 快回来快回 我爱的天呐 呵呵 哦 我有次元门吧 开个门把自己送走啊 有小伙伴说了 我不太喜欢用这个次元门法杖啊 就是这个游戏 其实战斗的方式还是挺多样的 看各自的这个需求啊 你喜欢用什么都都可以啊 我们这边赶紧开个门 哎 这咋没放出来呢 算了啊 就站这吧 问题也不大 我们继续加AB啊 然后按照常规的方式处理 好 打掉啊 这是第二个永恒守卫 在这边的这个位置啊 然后我们继续沿着这个巨石的方向往前走 嗯 这里其实最好上一个共用防护酸石啊 哦 这个战斗解决了解决了不放也可以啊 如果没有解决走过去的话会触发一个陷阱啊 这个陷阱我记得是 是是酸石伤害的 不是这里就是前面啊 反正有一个地方也有几个牛啊 嗯 那几个牛处理不好的话会把那个陷阱触发 可以稍微的提前预防一下 我们这里就放了吧 共用抵抵抗酸石 然后爱将这边还可以再上一个共用防护 我们一般现在常驻的就是双防火啊 其他的法术也还是不够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我不知道这个游泳之风的效果一直有 好像说是这个版本的bug啊 就是我们的指挥官 无论在离这个救援城多远的地方都会回血啊 是这里是这里有一个陷阱 需要共用就是他啊 因为这个游泳家他不会走出来了 如果不踩这个陷阱的话 不好处理 就是这个位置 好 上了双防酸我们就无所谓了 东西捡一下我们继续往里走 这边就是第三个永恒守卫的位置啊 哎 我有点不敢弄了 第三个守卫守卫应该是冲这头吧 我上一次弄错了啊 我们存个档 主要是这个永恒守卫搞不好会秒人啊 别的倒是无所谓 哪呢 哦 在这边 这回对了啊 在这边 我们切回合制啊 咱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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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俩就不要 i know you guys need to be able to keep up i know you got there i know you can keep that i know you can keep up i know you can keep up i know you can keep up 第三个永恒守卫打完 我们继续往前走 走到这个位置 也是优先先把这个巨石给他滚下来 至此呢 下面的这部分基本上清的差不多了 我们再往前的位置就是第四个永恒守卫的位置 也是去拿奖励的位置 打掉几个女行怪之后呢 进到这个房间里啊 这边有一个密码的解密啊 我们刚才不是这里还能拿到一块寒帖 这应该是我们整个流程第七块寒帖啊 我们先让两个人呢 去站在这个上面 然后按照我们刚才拿的这个密码啊 0563我们按一下 其实就是点的数量啊 按完之后呢 这边会打开一道门 里边就是第四个永恒守卫 以及一个祭坛的位置啊 这里呢 强烈建议大家不要直接冲进去啊 我们出来列队 卡在外边的这个门打 为什么呢 因为里边的这个祭坛呢 是会给这个永恒守卫 不断的回血的啊 如果站在里边打的话呢 我们非常的吃亏 我们选择坚守原地啊 然后选择席拉一个人 然后切成计时制啊 然后我们走进去 走进去呢 去拿里边的这个物品啊 里边的这个装备啊 你看这边就有一个像祭坛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我们吸引一下永恒守卫的仇恨啊 吸到没老哥 应该上一个加速术啊 好一下啊 来了来了来了啊 让他把把把他往门外头引啊 好 可以浑身了啊 基本上他拖开这个范围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还是得给杰洛克补AB啊 或者打不住 打了我个165 出发一滴不倒了 哇一个重击给他推出去了啊 我们哪一口哪一口 好打死啊打掉 嗯 希拉出发了一滴不倒啊 有一点 有一点不开心 有点不开心 我本来是不想提前休息的啊 那一会我们看情况 如果实在不行 就只能提前休息了 然后再进到屋子里再捡一下战利品 这边还有一个披风 叫做白风 白风抖篷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才拿的东西 首先这个白风抖篷 这个基本上是给决斗家用的啊 有决斗家穿戴的攻击表现 获得加四的表现加值啊 然后还获得什么三次圣洁金光啊 这个东西很少用 清盾刚才看了 还拿到了一个头盔恶魔愤恨 这是给狂暴的单位职业用的 还是挺不错的 为近战伤害这个什么投掷等等 都加一点的加值啊 还可以 然后呢 就是这个猎伤护腕 这个呢 确认重击时啊 敌人过一个23DC的这个后面检定啊 失败对穿刺伤害一伤 这个东西给克米利亚打这个重击套的克米利亚戴 可能还可以啊 但是实际上并不好用 因为这个DC太低了啊 想要让这个DC不过还是还是挺难的 我们稍微吃点药啊 把这个血量奶上来 然后我们继续往前走 那这边的位置就都清理完了 我们回到这边岔路口的位置 也就是我们之前这边有一个卧室啊 这里能捡到一个呃 我们先回到这边啊 回到我们之前打这个嫌信尔门徒的这位置 这个中间我们能直接进到中间的这个房间啊 我们从中间的这个房间穿过去 可以直接穿到迷宫的上半区域 这里呢 我们把能补的buff也再补一下 包括一些轮机buff啊 也都上掉啊 在这就用掉了 然后我们直接就进门 这里呢 其实因为我们之前是跟吉尔贝斯合作的啊 难度其实并不算高 因为吉尔贝斯的门徒会帮我们啊 但是人数比较多啊 而且这个厉害的法术比较多 我们最好还是把buff不齐啊 优先呢 还是要先秒这个嫌信尔的门徒啊 他会一个瘟疫风暴 会减我们的属性啊 最好还是先把他打掉 这两边的门徒就打就那啥起来了 我们直接告诉他吉尔贝斯说动手啊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开打啊 然后我们直奔着这个贤信尔的门徒去啊 优先把他给秒掉 后边这边还是几个法师啊 然后法师 优先秒法师 好 这里就算打完了 然后把东西捡一捡啊 我们争取利用这个buff 把剩下的迷宫给打完 然后进来之后呢 这还有一个书密码的位置啊 并且这里能过一个察觉检定 这里能拿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装备啊 这个叫做战斗法师木棍 这个木棍很好用啊 他可以为我们难度等级啊 豁免检定的难度等级加2dc 给我们的法术加2dc 并且法川和施法 这个用于这个法术抗力的啊 这个施法者等级就是加法川啊 获得加4的加值啊 使用魔法装置的也获得加5的加值 是很厉害的一个木布啊 我们直接就拿给我们的这个谁用啊 捏扭 捏扭用啊 这个有两个匕首让他放在下面好了啊 我们把给他给捏扭使用 然后这里的这个密码呢 是我们之前剪到过的这个其中的密码 我想是哪几个啊 哦 是我们之前剪到的那个只有前两位的那个密码 后面要靠穷举的那个啊 是6534 6534 解开之后呢 这边还会给我们一个额外的奖励 在整个夏安米堂里呢 需要输密码的地方 一共有三个位置呢 是我们能获得四个密码值啊 其中有一个位置是要输两次密码的 在吉瑞贝斯的卧室外面 这里最重要的是呢 能拿到一个圆环面具 这是捏扭个人线任务的关键道具之一啊 还能拿到一个屠杀披风 能够在神秘获得加5加值 并且素能系的啊 这个DC加2 还是可以的啊 还是挺不错的 我们也可以给或者给捏扭带上 或者给小进应该也是射箭应该也算素能学派吧 我没记错啊 我现在不敢说了啊 是啊 我们给这个小进带也是不错的 这边切完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啊 把这个门打开 我们就绕到了之前的迷宫的这个上半区域啊 之前这边我们没往这里走 然后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之前的这条路上啊 这个位置 这里就是我们之前拿这个五月弩室的那个房间 我们继续往上走啊 然后我们别着急往右走 我们先往左走啊 左走要过两个查局点定 能看到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能打开一个按门 在这个按门里呢 有一个棺材啊 又发又发触发bug了 这个棺材有的时候就有bug啊 就是这个棺材本来上面应该有一只小手啊 这个小手上写着杀死吸血鬼 这里边我们能拿到一个装备啊 但有的时候这个小手就是不显示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边又拿到了一个密码纸啊 这个密码纸应该是啊 一会儿带大家说吧 这密码纸是多少来着 3406啊 是个3406 那这里呢 我找到的解决这个bug的方法 就是大退啊 把游戏整个大退再进来 有的时候能解决这个问题 有的时候解决不了 我们退一下试试看 如果能解决就给大家拿一下 如果不能解决 大家知道啊 这边有一个这个手套啊 我也会把手套的属性给大家列出来啊 大家看到不行 我这次大退游戏也没有出发啊 其实我不太明白 这个究竟要怎么出发 之后我们继续往前走吧 我之后再大退次游戏试试看啊 怎么能触发啊 因为也没有过说是察觉检定不过这个导致的这个问题 而且看这个百宝袋的啊 即便用百宝袋重置我的这个察觉检定啊 这个也不能让这个杀死西约鬼出来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知道小伙伴可以在弹幕和评论区科普一下 总之呢 你如果跟我一样有执念想要全收集的话呢 这里就比较难受啊 需要多多尝试啊 看看怎么才能把这个东西拿到 然后这个房间呢 算是一个战斗的小难点 我们把这个 这个移到后面去啊 让大家最好其实都移到后面去 因为他们离我的位置很远啊 这个主要的是几个后边有几个队友魔信徒 他们会不断的把我们这边扔法术啊 主要是他们翻 然后呢 我们小静可以往后面扔一些火球啊 往前削一削他们的血量啊 甚至打死了是吧 打死就打死了啊 主要是后边的几个信徒翻啊 前面的其实还好啊 然后呢 其实最好去这边放一个这个什么 我把它延后吧 先把这个六臂蛇魔给清掉啊 不清掉很烦 后边的几个这个法系单位呢 还会招几个强力的恶魔单位 我们让这个聂牛过去放一个酷热之风啊 希拉被罩进去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们是没有法术真选的啊 所以希拉被罩进去了 希拉也是吃这个酷热之风的 你这位是不是不会打我吧 吓死我 小静的法术位其实还是有点吃紧啊 小静最厉害的还是这个卓热撤线 哎呦 我被借机了 他的这个触及范围还是挺远的 小静差点没打他一发自己被打死 这边其实差不多了 我们冲进去啊 先把这个纳基魔打掉 然后把这个酷热之风解了 好我们现在状态也比较残了 在战斗资源用的差不多了 这个屋子主要是有一张精灵笔记啊 这应该是我们能拿到的第10页精灵笔记 其他的东西都不是特别重要 主要就是这个页精灵笔记 我这边什么问题啊 不能捡东西是什么鬼 把这个屋里的垃圾毛一毛啊 没啥特别好的东西吧 都是垃圾 然后最后这边呢 已经没有什么战斗了啊 再往前我们就来到了第三个输密码纸的位置 然后在这边过一个查局剪定 我们拿到第四个密码纸啊 这两个密码纸分别是我们刚才捡到的这个和这个 都是在这边来输这个密码 分别是 我看一样是3406和这个3540 我们来输一下 3406 3406开的是一个暗格啊 这边能拿到一个很不错的戒指啊 应该是这个位置能开一个暗格 然后是3506 3506 哎 我点错了吗 我看一样 哦35403 这个 3540 就能把吉尔贝斯的这个卧室的房间给他打开了 里边是没有战斗的 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先把这里拿开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门啊 但是这个门要打完咸西尔之后才能拿到钥匙 这个打不打开的无所谓的 其实就是一个进路 这个戒指比较厉害啊 是这个胜处之戒 这可是一个高贵的独立负伤戒指啊 他能够加一第四的神圣伤害啊 这个东西可以给小进用 因为小进的每一发这个着射线是三发 三发每一发都是独立计算这个胜处之戒的啊 那平均下来能提高一些伤害啊 虽然不是很多吧 因为只有一第六 但是还是不错的 还是不错的啊 就给小进带上了 嗯 然后继续往里走啊 这边就来到了吉尔贝斯卧室啊 血量比较低了啊 别踩陷阱 嗯 他的卧室里倒是没啥好东西啊 有几个按钮 我们要按一下 然后陷阱拆一下 一些检定可以过一下 我们应该是疲劳了啊 所以走得很慢 这边又有一个小宣传色啊 凯大不立万劫不复 这边还有一个按钮 把这按钮都按了之后呢 这边又能开一个密格 能拿一点东西啊 然后这边有一盘花啊 这盘花可以稍微的 嗯 处理处理一下 这个按钮就差很多了 没啥好东西啊 然后这把箱 这个箱子里呢 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武器啊 叫做攻守平衡 这把武器呢 是可以给西拉用的 当我们的使用者 他持盾的时候啊 嗯 可以在用常见攻击时 获得额外的攻击减定 获得额外加三的加值啊 但是呢 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我们拿到他 其实已经用处很少很少了 因为我马上要升十四级了 十四级的希拉可以开始转五甲T了 可以要脱盾牌了 所以在这里拿到的用处不是很大的 但是你也可以考虑 先不着急让这个希拉转五甲T啊 可以让他再 再用一用这个攻守平衡 但实际上也用不了太久了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马赫沃克啊 他变成了一盘植物人 这里如果你摧毁了这个东西呢 之后是一定要跟吉瑞威斯翻脸的 我这里推荐暂时先不要着急摧毁 先跟吉瑞威斯翻脸之后呢 你也可以再来摧毁这个植物啊 如果你实在是想想摧毁他的话也是可以的 然后至此呢 整个夏亚米堂我们就基本上是完成了啊 这个镜头我记得啥也没有啊 基本上就完成了 没有什么东西 然后吉瑞威斯这里呢 看起来有一个门啊 但是我无论是用百宝袋也好 还是我自己多次尝试啊 这里是应该是废弃掉的一个房间吧 这里过不去啊 我找不到这里的路 而且看路的话 也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在这里边 我们就不要再额外的纠结了 我们回到这个门的位置出去啊 出到外面来触发后续的战斗 出去之前呢 我们进行一次扎营休息啊 我们补充一下法术资源 好休息完成之后呢 我们直接出去 开始外面的剧情 准备开始打我们最终战了啊 整个夏亚米堂呢 最终战就是打这个闲信王 要面对的是比较多数量的虫裙 可以考虑在战斗开始时呢 先把这个虫裙的那个项链 给换一下 我看我们现在带的什么 双队肯定不能下啊 其实也没谁可以有什么项链味啊 可以把这天武护服换了 但是也不重要吧 就不换了 我们可以用戒指转立场伤害啊 出来呢 这边有一堆纳技魔啊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后排 因为后边 我们优先把这个纳技魔秒掉 然后后排一会会出很多的这个 队影魔 我们把这个共用真实术也给他用掉 好 我们把包子剪一下啊 然后先不着急往前走啊 先回头 回头这边我们能遇到一个老叔人啊 过一下灵桥检定 来到这边我们能遇到这个 握力弥拉科 我们存一个党啊 他呢 是我们一个成就的当中的一个状 NPC啊 是我们之前在融火之痕遇到他 我们用嘴炮把他骗走了 他当时在那帮这个仙性 抓这个抓人做实验啊 是他非常崇拜仙性啊 已经把忘乱魔变成了一个伟大的恶魔啊 现在杀千刀的虫 自己是被C就在嘲笑忘乱魔了啊 啊这里呢我们如果选什么吉尔贝斯让我来的呀之类的就会直接跟他开战啊 不推荐啊因为他身上有一个成就 并且后边我们还会遇到他 我们这里最好用这个威吓检定把他吓走啊 把他吓走之后呢 如果你是鬼叔大师道徒的话 这里会有别的特殊剧情啊 吓走之后我们在这里是能够拿到一个成就的 拿到这个成就的前提呢 一是在这里把他吓走 二是你要在前面啊 这个伊斯珠塔的时候救那个吃纸的吃纸人啊 然后以及在这个后边啊 我们的这个麻风病人微笑的让图里有一个裂缝 那个地方救一个车夫 如果这三个人你都能救到的呢 在这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成就啊 叫做熟面孔 好再往前走啊 我们先把地上拉机刚才没剪啊 这边是不是也有 没有吗 这几恶魔连武器都没有 太赛了 好然后我们马上要走上一个毒木桥啊 在这个毒木桥这里会触发一个剧情 也是我觉得非常在这张图上非常高然的一段剧情啊 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呢一大堆啊 真的是一大堆神话恶魔冲了出来 我们现在站在一个毒木桥上啊 属于一个被两面夹攻的状态 这一大堆全是神话的恶魔 各种各样的啊 各种各样的神话恶魔 一大票冲了出来啊 不但前面有啊 其实不但前面有 后面也有啊 后面有一大堆 我们属于一个被夹击 非常危急的一个形式 万一这恶魔把这桥一炸 我们跌下去就死定了啊 恶魔紧接着一个一个啊 冲了出来啊 奇异的晶体从他们的伤口中长了出来 他们都是神话恶魔 这个时候呢 后面还出现了一个人啊 这个人其实我们在之前的剧情里 其实有提到过他 他叫赞尼德拉 是哪一个剧情呢 就是我们之前在善恋神殿里 不是有一个小牧师被控制了 必须让他守在善恋神殿那里 那时候当时我们为了拿那个护甲 让这个小牧师被虫子给咬死了啊 这个被老鼠啊 肚子里的老鼠给咬死了 这个当时把他困在那个地方的人啊 就是这个赞尼德拉啊 他也是贤希尔的手下之一吧 他说呢 我们在这里啊 进行这个仪式啊 把这个恶魔都召集过来了 你在这里你死定了啊 我们在这里说啊 别在比赛还没赢之前就开始庆祝啊 你选我选择的时机很好 这是个必然的结果 他非常自信 然后希拉开始嘲弄他啊 就说啊 我们要死了 怎么办啊 我剑也拿不住了啊 他其实根本就根本就是在戏弄他 你不怕吧 你应该害怕才对啊 这个时候啊 一个高燃剧情就来了 从天而降 后继者之手啊 从天而降 贼帅啊 他这个出场真的很帅啊 还带了一大堆的天使军团啊 然后天使道徒的BGM就想起来了 然后呢 他就把后边啊 升起了一道避障啊 然后后边的恶魔就交给他们这些天使军团来解决了 我们只用解决前面的那一波就可以了啊 就是难度瞬间下降了一半 但实际上呢 这场战斗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这边神话恶魔的数量非常的多 然后这个邪教徒看到后继手之手来就吓尿了啊 就就赶紧跑了 之后我们还有一条任务线 是要去烈烈神剑去找他啊 我们这里呢 就要在这里处理这一波大的神话恶魔 我们还是切回回制 这里呢 我个人觉得最好的一个方案 就是用各种AOE的法术来打啊 因为他们的恶魔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啊 就是光靠这个扛的话还是挺难扛得住的啊 最好的办法 我个人觉得还是多用AOE法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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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里的恶魔全都打掉之后呢 我们继续往前走 前面就要触发跟仙谢尔王的一个最终战了 我们这边存一下党 然后进去再上buff应该来得及啊 我们直接进这个实验室 进到实验室里边呢 这里就是仙谢尔王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buff啊 掉的buff该补的都补一下啊 然后也可以上一下 我这我现在这个临时施法是上这个祈福的 你想上你可以刷一下祈福 这样这场战斗会更简单一点 那我个人觉得必要性不大 我们直接开这个混合制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就直接往里走啊 这边就触发了仙谢尔王的这个剧情 我已经给你们的力量恩赐起来啊 你们这个随便 以什么随便的人的名义战斗吧 我命令你们保卫我的实验室 结果这些恶魔都已经慌了 傻瓜蠢才没用的笨蛋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才会有这样的下场 我犯了什么罪宇宙竟如此惩罚于我啊 他大喊大叫 这样你就能让他们听话了吗 这个爱我很不理解啊 虫群学者先生 为了科学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蝗虫不怕麻雀吗 以你的身份 我觉得变成一群麻雀比较明智啊 但那样的话你就得担心猫啊 不屑于发表意见吗 感觉大家都在吵捧他啊 显西尔你的帮手不太合意吗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跟他直面了 这个最终战的显西尔呢 一共有三个阶段啊 就是分别打打败他三次啊 就可以最终把他打败了 如果呢我们之前选择跟杰瑞贝斯合作的话 在这里会多一个选项啊 多一个选项是可以再再打一次 就是打死了第一个三三轮之后 我们还可以再打再打一次啊 再打一次可以获得额外的一个成就啊 叫做啊 投降没什么用啊 反正类似这么的样的一个成就吧 感觉对成就先去跳吧 可以考虑再多打一次 我们一会也打一下给大家看看啊 哎呀 这个显西尔其实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啊 他实际上谁也看不起 他也看不起德斯卡瑞 他也看不起这个巴夫命 但是他又为了去完成他的伟大的实验啊 他又不得不去听命于他 然后听命于他们呢 带来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他不得不带着这些 他认为愚蠢的恶魔 去这个完成这些愚蠢的事情啊 这又阻止了他的实验 他属于一个很矛盾的一个状态中啊 我鄙视我的学生啊 没有我的命令 他们一步都走不了 我鄙视恶魔啊 他们互相撕咬 不愿执行命令啊 他鄙视巴夫灭和德斯卡瑞 因为他们强迫我和这样一群笨蛋一起工作啊 我鄙视你啊 这个指挥官啊 你闯进我的实验室 摧毁我的标本 干扰我的工作啊 他其实是一个 本质上是一个工作狂 第一个回合呢 的这个贤系尔王 他其实贤系尔王本身的属性并不烈啊 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一个18级的法师啊 主要就是他有一个可不外表 可以给我们上这个战力啊 其他的倒是不烈 他有一个快速回复20点啊 然后AC很低 只有37啊 AB也不高啊 他主要呢是靠着他的虫群以及他的法术 他有一发恶意变形术有点恶心啊 如果中了的话比较烦 还有一发这个黑药之流啊 这个打我们的伤害打的比较高啊 其他的其实他并不是很强啊 这是我总体打下来感觉贤系尔王的感觉啊 对我们来说比较烦的还是这个虫群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啊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上一个事物库仇 上不上也无所谓啊 直接就转立场上汉 每一轮都记得转立场上汉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虫群就会冒出来 第二轮 第二第二场开始啊 第二个状态开始 这个虫群就会开始冒出来 然后第一阶段呢 打这个咸系尔王啊 其实啊 他会召唤出几个其他的这个生物来啊 推荐就是只打这个咸系尔本体啊 其他的这些生物就都给打啊 没有用 没有意义啊 然后小劲呢 你如果法术位不够呢 可以把这个小劲的法术位都尽量留给虫子 因为虫子吃这个火焰一伤啊 我们的物理伤害啊 主要的其他输出啊 靠这个我们的近战去打就可以了 不差小劲这一点伤害啊 我们只要尽快的把这个咸系尔王处理掉啊 其实啊 这场战斗就很简单啊 你扭在这场里其实不要打酱油啊 在刚才那一场里 他的发挥比较大一些啊 这场里能干的事其实并不多 虫群也不吃这个 很多伤害的虫群也不吃啊 没有啥用 他会上放一个高等级的这个召唤术 不要去管那些其他的东西啊 就盯着 哎 我又忘了上这个啥 忘了上立场伤害了 就盯着这个咸系尔王一个人打 这样第一阶段就算打完了 然后直接就定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会四散的出来很多虫群啊 哦还好啊 虫群判定先攻啊 那我们还可以再补一下这个立场伤害 这里不上一场伤害呢 这些虫群不好打啊 虫群不好打 虫群现在打不到呢 就先打恶魔 我们可以延后一下 等虫群出来啊 这个虫群只是在第一回合里 呃 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啊 你看现在这个虫群就出了 这虫群主要的恶心就是 他打的是一个AOE上岸啊 很烦 容易把我们的血量削得很低啊 这边还有几个神话恶魔啊 这都不是很强啊 都无所谓的 主要是这几个虫群恶心 嗯 然后这场战斗本质上呢 其实并不难啊 我这里就给大家加速跳过去了 嗯 我用力的 是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赢得了奖励 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知道你在找什么 但我怀疑你还不知道这个过程所需的 奈喊水晶的来源 我会告诉你真相 但是你要必须回答我两个问题 这里呢要回答他的两个问题 最好能答对 答对之后呢 好家伙 这是装修生 答对之后 可以给你更多了解一下背景故事的剧情 然后呢 他这里开始提啊 他自这个问两个问题啊 为什么你觉得我会要这些情报啊 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真相 你觉得我为什么会相信你 因为这是合乎逻辑的一件事情啊 你提问吧 他说呢 搬到恶劣的下海蜜汤之前 我的实验室的位置 之前其实跟这个 绝贝斯聊的什么都知道了 是在卷泽城 然后呢 他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卷泽城 作为世界之商的住所啊 是因为奈海蜜汤水晶都被送到了那里啊 这两个问题都答对呢 他后面会告诉我很多的内容 比如说啊 就是呃 午夜庙宇的烈系啊 是一座位于卷泽城地下深处的神坛 他的入口就位于城市的正中心啊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呃 艾奥梅黛的那个圣碑的最下面啊 是阿瑞路亲自造的这个屏障封印挡住了 他在很远的地方 以至于英勇之风都感觉不到他 那午夜神庙是什么地方怎么瞒过我的啊 英勇之风的力量无法到达那里啊 他是深渊界面和物质未面的交汇点啊 是阿瑞路女士开启的一条缝隙 那里是奈海翠水晶的来源啊 那恶魔既然有途径 为什么不直接从内部进攻呢 因为这个途径非常重要 奈海翠水晶太重要了 不容有失 所以呢 他们并不想提前暴露这个地点啊 然后奈海翠水晶是个什么东西啊 它是一个特殊的钥匙 经过处理和繁琐的仪式之后 可以唤醒恶魔身上的神话力量 让这些恶魔发生神话转变啊 你就这么急着去死吗 我为什么要推迟最终的极乐场面 他实际上他已经觉得活着没啥意思了 因为他活着不得不给一帮蠢才打工啊 还得跟一帮蠢才合作啊 他觉得没意思 阻止 他的实验已经很难再静下去了 他想死啊 他现在对活着已经不感兴趣了啊 因为只有一个人死了 就会有两个人顶级他的位置啊 就是他即便让他的这些恶魔去自杀啊 这个来的恶魔会更多啊 他这个没有办法 就实在是受不了了 决定啊 我还是不干了啊 我还是不干了 然后呢 他发现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啊 没办法继续忍受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还不如去死啊 你给我一条出路 一个只有平静的地方在等着我 那里没有学生和主人 那就是死亡 我累了啊 然后呢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一个更高等的存在 他觉得他已经超越了这个整个未面的存在 他把自己变成了虫子 他觉得超越了一切啊 他说除了他的导师阿维路沃洛石以外啊 他他这个 他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人可以尊重了啊 然后你是如何达到这种状态的 你要问了这个之后呢 就能解锁 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察觉啊 他会给我们一个他的笔记 这也是解锁重圈道徒的重要物品啊 说到这里呢 也说一下重圈道徒啊 即便走重圈道徒 他也是必死的啊 是没有办法去去改变这个事情的啊 然后还有一个事啊 就是我之前说这个 我之前说圣战背后一共有三个大额门领主啊 巴弗瑞 这个德斯卡瑞 德斯卡瑞巴弗灭和那个魅魔的那个大领主啊 有的小伙伴觉得我说的不对啊 认为魅魔并没有直接参战 但实际上你跟这个贤谢尔和 吉尔贝斯深度对话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知道啊 这个魅魔其实一直在暗中的支持圣战啊 这个 并没有说是没有完全没有参战啊 这里其实我个人觉得我的理解是没有错的啊 包括这个奈喊脆水晶的来源啊 我们什么啊 他是一个他之前呢是违背了这个巴弗灭的女儿啊 就是巴弗灭的手下的第一汉将这个赫普泽米拉的命令啊 但虽然他的名头响亮了 但是他不值一提啊 那我们这里问了他 他说他不值一提之后呢 我告诉他 我们已经投靠了他 他就特别的生气啊 这时候我们就要再打一遍这个贤谢尔王啊 一直打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就行了 我们这里就快速的把这个战斗过一下啊 告诉大家 其实一样的打法 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主要就是为了拿一个成就 对不起 好,这里就完全打完了 我们来搜刮一下物品 前线王身上的我们能拿到一个旧魔点 这个装备到物品还是挺有用的 它能给我们提供三个一级法术 两个二级法术 两个三级法术 这个东西其实很万用的 你想给谁用都可以 然后有一个小钥匙 就是用来开我们之前说的那个门的 然后这边呢 还有一个加六的足指头戴 这是我们第一个加六头环 我们先给我们的主角戴上 其实给孽牛也可以 我这边孽牛和主角都是吃这个智力属性的 然后我们搜刮一下这边的东西 这个旧魔点呢 我个人目前优先想给小进 因为小进现在我打这个射线 总觉得发射线的发术不够 我们就给小进带了 提高一下他的这个射线的数量 然后这比较重要的是呢 这边一共有两本书啊 一本书是这个一人成灾 贤歇尔的学徒写下的书籍 这本书也是一个加属性的书籍啊 我们把这本书拿着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主角加了什么属性 在这个角色能力里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对抗畸形恶魔的强热后面检镜时 提供加一的表现加值啊 还可以 然后呢 这边还能再拿到一个这个贤歇尔王的笔记 这是一定要对话才能触发的 刚才对话要选对啊 这边能看到贤歇尔王逐渐怎么把自己转化成同群的 其实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痛苦的 然后呢 还是能获得一个这个属性加成 并且把这个拿走之后呢 我们之后在卷则成的法案里 法令里是可以有这个关于重群的法令的 当然一般只有重群道徒才会选择去走这个法令啊 我们就到时候可能也不会走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加的是什么 加的是对抗恐惧效应的互名检镜加一表现加值啊 一共在虾米堂我们一共有四本书啊 这四本书不要漏掉啊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在这个箱子里 在这个箱子里应该有一把弯刀 我记得啊 有一把弯刀叫做安心上路啊 弯刃大刀啊 我这里我们就全都打完了啊 然后我们从这里开一下这边的这个机关 我们就可以绕回去啊 绕回去走回去呢 就是吉尔贝斯的卧室 回来之后呢 发现吉尔贝斯已经在这了 这里你如果杀了吉尔贝斯的话呢 其实他身上就有一个岩石超模权杖 我个人觉得没啥用啊 而且我一点也不同情这个村长啊 所以我觉得可杀可不杀 我这里就选择不杀了 你要如果想杀的话呢 你就可以把你也可以把他杀掉啊 在这里杀在这个位置杀要比我们之前跟他翻脸要好得多 然后呢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问吉尔贝斯很多问题啊 我们可以先问这个赞尼德拉跑到哪里去了 他是一个精明的骗子 他的藏身处在善烈神殿啊 关于奈喊水晶你还知道些什么啊 他说他也曾经经历过这个仪式啊 他改变了恶魔的本质也就是灵魂 也能彻底改变你啊 我对你经受的考验和折磨不感兴趣啊 然后啊 这里他是从哪来的啊 这个水晶就是从诺提库拉也就是魅魔女王的王国运到这里的 并且经过了他的批准啊 也就是说他本质上是支持恶魔的这个跟我们人间的这场战斗的啊 他也是背后的大恶魔领土之一 只不过他没有直接参战 他只是暗中的支持啊 然后是由巴夫灭大人的女儿亲自监督运输啊 贤希尔一直负责转化的过程 这一切呢 转化的过程都是阿瑞露教给他的啊 阿瑞露呢本人傲慢无比啊 他这个就是即便贤希尔死了 他以后还会把这个仪式的秘密分享给别人 然后还会有更多的恶魔涌进来啊 那你为谁效力呢 他曾经给德斯卡瑞效力 后来他又效命力巴普灭 但现在也不效力了 他要回去找一个其他的主人啊 很少有人知道啊 那个诺提库拉女士一直在按照他的习惯 暗中帮助他们 至于指挥部队参与战斗 这一切深渊众领主各都不关心啊 所有都是自己的大祭司 德斯卡瑞是他的德斯卡瑞回生 也就是他的替身 还有这个巴夫灭的女儿啊 来负责领导这场人间的战斗的 所以诺提库拉他参战了 他真的参战了 只不过他是暗中支持的啊 然后呢 他说有一众强的将领啊 然后怎么怎么地的啊 然后说这个诺提库 这个阿瑞路的地位非常的尊宠啊 跟这些大祭司 也就是说跟巴夫灭的女儿啊 什么的算是一个级别的人啊 其他的恶魔都听命于他 你对阿瑞路有多少了解呢 他本来是一个萨扩利的普通女术士啊 但是萨扩利人呢 排斥奥术法术的使用者 那片土地呢 只是由德鲁伊萨满和祭司统治者 他们蔑是以其他方式用魔法的人 所以他们把阿瑞路关在了 一个叫玉城的监狱里啊 后面我们会去的啊 然后呢 不知道在这个玉城的监狱里发生了什么 阿瑞路在这里呢 跟这个德斯卡瑞大人 这个联系上了 并且呢 不知道他俩聊了什么 这个德斯卡瑞就同意帮助他了啊 然后当他从这个玉城监狱出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世界之商啊 这个这个过程究竟发生什么 目前没有人知道啊 然后呢 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半魔戒 神物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然后他的力量成倍的增长啊 然后名声也不在乎他也不在乎这个人类对他的评价 他徘徊于各个位面之间啊 然后这就是阿瑞路的故事啊 说有个午夜神庙 你了解他多少啊 他说他是供奉着这三位恶魔领主的礼拜堂 并且呢 世界之商的所有地方都是相连的 与深渊融为一体啊 这个地方尤其如此啊 他包含了一条名为午夜之门的猎系啊 这里防守严密 所以来自午夜群岛的访客都会去那里啊 然后这里也是达人赞得的老巢 然后你这里就可以选择攻击了 然后如果不攻击后面我们还能遇到他有一点剧情 我这里就选择不攻击了 大家根据自己的心思啊 你自己想怎么弄就怎么弄啊 我们就就到这里了 这次呢还没完 我们升了这个14级啊 我们升了14级 我们可以用这个谁的钥匙啊 之前拿到的那个钥匙 我就可以把这个门打开 这是无非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出口而已啊 然后你发现这个诺提库来不是啊 这个吉尔贝斯走了之后啊 这个植物他也带走了 他真的遵守约定把这个村长一直带在身边 他把植物也带走了 我想再摧毁这个植物已经摧毁不了了啊 好的那本期视频的时长已经很长了 这期我们就先到这里啊 然后我们已经把下面他挡完 下一期开始呢 我们应该会 或者是先去做这个物理棋的个人剧情线啊 或者是直接走第2C3啊 我再想一想 好吧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觉得视频有所帮助 不忘了给下面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哦对了 在真正结束之前啊 我们又回到了这个小屋子里啊 就是我们之前没有触发的 这里可以看到这个手要出来了啊 所以我就说 这个大脆游戏也在进来 这个莫名其妙的 有的时候就能触发啊 这里我们就能拿到了这个幻影杀手护案啊 在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 好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